台北市長柯文哲當選之後 每天都是話題焦點 競選總幹事姚立民上節目爆料 說柯文哲選前的台北七步走活動 其實為了躲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而這說法引爆了民進黨立委火器 認為柯文哲現在選贏了 何必大爆內幕 傷害盟友感情